這新聞首先持續帶大家來回顧昨天發生在台東 晚上九點四十一分這起地震驚魂夜 昨天這起地震瑞士規模有六點四 要告訴您的是這是今年以來的第二大地震 這深度只有七點三公里 代表的是屬於的是極潛層地震 那相信昨天不少住在花東地區的觀眾朋友 一定都被嚇壞了 這瞬間感受到將近二十秒左右的強烈搖晃 那麼氣象局要提醒大家 未來兩天不排除還有餘震發生 而果真最新一起餘震就發生在剛剛的六點四十分 這規模也有三點九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未來兩天務必要當心 週六晚間一陣天窑地洞 台東藥局柜子藥品硬生倒下 賣炒貨架頻頻罐罐更是散落一地 甚至整排調味醬料破裂溢出 事發就在十七號晚間九點四十一分 全台地牛翻身 鎮央就在台東縣關山鎮瑞士規模六點四 讓不少人想起這噩夢 全台油管地震還有民眾相約打桌球 地震一來連著球拍直接跑到外頭 畢竟這回地震深度只有七點三公里 屬於極潛層地震 搖晃感受更加明顯 最大震度就在台東池上有六強 而花蓮富里台中市高雄男子也有五級震度 南台灣也測到了三到四級 就連宜蘭竹陶雙北市的民眾也都很有感 這是距離三月二十三號六點六規模地震之後 今年的第二大地震 氣象局初步判斷這回地震可能是板塊活動所引起 但從地震分布看不出來有破壞性 或是明顯的破碎帶存在 不過這劇烈搖晃也讓花蓮富里一間七十年老宅轟然倒塌 抵不過強鎮花蓮老宅在昏暗深夜塌下 所幸屋內沒有人員居住 但附近民眾還是心有餘悸 不只建築倒塌 花蓮還有店家招牌掉下 民宿外頭這馬路也都軍列 在主鎮之後一路到晚上十二點 已經累積超過二十起的余震 氣象局也提醒未來兩天內 得要注意規模五的余震發生 也讓這歡樂的夏日夜晚添了一份不平靜 記者綜合報導